这期继续分享第36期,眼看天要黑了,丁长生走出去,在走廊上遇到一个匆匆忙忙的警察,问道,同志,你们曹警官呢,我们这是什么时候处理?哦,我不知道,我帮你问问,待会告诉你。 说完也是急急离去,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似的。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曹警官,我们这是什么时候处理?你们的事往后放放,事情有变,这样吧,明天早晨来做笔录,反正犯罪嫌疑人是不会放走的,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 曹晶晶说完就出去了,这意思很明显,这是要碾人了。丁秘书,这是什么意思? 红小雨感觉很气愤,自己是受害者,在这里等了两个小时了,就等来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不对劲啊,这些人看起来很忙啊,要不这样吧,你看天也黑了,我们先走,我先点你找个地方住下,明天再说,好吧。 红小雨本不想同意,但是看到丁长生的样子,人家救了自己,而且一直陪自己到现在,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了,而且人家是县长的秘书,都没有说什么,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 于是站起来,羽绒服的拉链已经坏了,而且一个袖子也差点掉下来,多亏是晚上了。 要是白天出去,人家还得以为丁长生对这姑娘怎么样了呢? 丁长生将红小雨让进车里,然后开车直奔海洋线百货大楼,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关门。 红小雨不能就穿这样的衣服啊,这样到哪里都得惹人怀疑。 走吧,我们先买件衣服,你这衣服估计明天得交给公安局。 丁长生将车停在百货大楼门口,对红小雨说道,为什么? 证据,这是物证,不然怎么治那两个混蛋的罪,所以先得买件衣服,不然你明天就没得穿了。 但是,在付钱的时候,两人发生了争执,红小雨想自己付钱,但是丁长生非得扮演大款。 红老师,这钱我付了,我也不会拿,到时候肯定还得让那俩混蛋套,所以你就不要和我争了。 我在县城里住,离公安局近,到时候要什么税收的票之类的,我直接交上去就行了,就不用你来回跑了。 红小雨想了想,也是这个道理,于是不再和丁长生争了。 牛二笨站在郑老三面前,战战兢兢地不敢说话,而郑老三感觉自己的运气怎么这么背呢? 这麻烦事是一茶接一茶,没个完了,这两个家伙要是扛不住,牛二笨迟早暴露。 牛二笨暴露了,那么自己就危险了,他也知道,这是谁的天下, 他在海洋县虽然说话管用,那是因为他有个县委书记的老子,就这还有一帮人不听自己的呢? 比如这个苗震东,最近这家伙盯得他不敢稍有动作。 要是将牛二笨放走,危险更大,别看中国这么大,全国都解放了,你还能往哪里躲? 可以想见,如果警方锁定牛二笨,不出一个月就能将他逮回来,所以,必须将牛二笨牢牢地抓在手里,绝不难失控。 而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进去的这两人是因为什么进去的?是因为耍流氓,还是因为爆炸案? 这倒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起身将礼尖的小秘书撵出去,对牛二笨说道,这样吧,我送你回乡下,回我老家吧,那里是外县,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那两人我想办法就出来,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然的话,我也帮不了你,走,现在就走。 说完拿起衣服,就带着牛二笨出了门,在北山县丰侯镇的郑家老宅里,这里平时并没有人住,但是有人定期打扫,所以,这里并不破败,在老宅的后院,有一个地窖,这里曾经是储存红薯和白菜的,但是现在都一直空着,这个时候,郑老三带着牛二笨进到了地窖里。 这里很安全,我现在马上要回海洋线,看看情况到时候再来通知你,这段时间你千万不要出去,晚上也不行,如果被人抓住了,我可就不了你了。 郑老三吓唬道,老板,你放心,我保证不会出去,不过到时候你要记得给我送饭,不然这点东西不够我吃的。 牛二笨颠了颠路上买的吃的东西。 郑老三笑笑没说话,出了地窖,然后又盖上盖,小心翼翼地出了老宅,开车回海洋线了。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海洋线已经在大规模地搜查牛二笨了。 就在车要进县城时,被设卡的警察给拦住了,而在这一块指挥的人恰恰是霍吕帽。 霍所长,这是怎么个意思,不让进哪? 郑老三一如既往的蛮横,但是语气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生冷了。 三少,怎么不让进,别人不让,你还不让吗?这是去哪儿了? 白山,去白山有点事,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郑老三在车上问道,几个设卡的警察看到所长认识这辆车,和车主还很熟的样子,于是一个个闪得远远的。 霍吕帽回头看了看几名民警,低声对郑老三说道,三少,你不认识一个叫牛二笨的人吧?这家伙可是涉嫌假乘量爆炸案。 聪明人从来都不用点名,这一句话已经足够了。 局长,我觉得应该立即对郑段纲采取错事。苗震东站在陈军伟面前,汇报道,你觉得?证据呢?你以什么理由对他采取错事?震东,你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吧? 证据。局长,今天下午还有人在街上看到牛二笨,但是现在牛二笨好像是消失了一般。 而谁都知道牛二笨是跟着证断纲混的,这难道不是充分的证据?而且现在这个案子上面盯得这么紧,如果我们放弃这个线索,恐怕会很被动。 苗震东知道陈军伟顾计什么,但是他管不了这么多,虽然具体实施者找到了,但是幕后主使并没有挖出来,对于一个案子来说,这就是失败,而且他可以断定。 这个案子的幕后主使就是郑段纲,只不过作为关键人物的牛二笨的突然失踪,将案子陷入了死局。 你先回去吧,继续搜捕牛二笨,至于你说的,我会考虑考虑,震东,你也要理解我的难处。 好吧,局长,冰柜神速,我怕时间拖得越久,事情越难办。 在城边上和霍吕冒寒暄的功夫,郑老三已经将所有的事摸了个大概,回到住所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关上卧室的门,从酒柜里拿出一瓶喝了一半的红酒。 烟红的液体像血一样在酒杯里晃动。 此时,他第一次感觉事情有点不可控制了,他没有想到一个贾成亮的死会引来这么多麻烦,更没有想到贾成亮会有这样的背景。 所以此刻,他知道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一扬脖子,将酒全部倒入喉间,摸起电话拨了号码,可是忽然他意识到什么? 最终没有按下发射键,而是轻轻将手机放在桌子上,既然警方已经开始怀疑牛二笨,那么很可能已经将嫌疑锁定在他身上,所以手机已经不安全了。 打开电脑,灯上QQ,但是他要找的人确实不在线,但是他还是发了个信息,在吗? 等了一会,没想到对方竟然回信息了,在。 郑老三随即不再打字,而是发起了语音聊天。 怎么了哥,大晚上的,不在家里陪妞,和我聊什么? 翔子,哥遇到麻烦了,帮我一把。 郑老三声音低沉,一听就不是装的,翔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收起了嬉皮笑脸的样子,仔细地听着。 哥,你说,在咱老家的地窖里,藏着一个人,你今晚就去,把他骗出来,然后干掉他,把地窖清理干净后平了他,但是这个人不能让任何人找到,要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刚哥,这个人很重要吗? 嗯,相当重要,他要是活着,不但对我没好处,对我们这个家族多有危险,这件事要快。 今晚必须办完,晚了我怕警察会找上来。 郑段刚吩咐着, 好了,我知道了,哥,你放心吧,我会像上次一样,把鸭交住到水泥墙里,摆八十年没事,咱阵子前面正在修桥呢,我就他交到桥里面,也为大家做点贡献,嘻嘻。 这兄弟两人,不像是在谈论一个人的生死,可是仿佛是在谈论怎么处理一只鸡或者鸭子。 生命在这两人手里,完全没有任何的尊严可言。 响子是从小和郑段刚一起玩大的死党,因为他们是堂兄弟,只不过这个人很少在海洋线露面,基本没有人认识他。 而他的任务就是帮郑段刚处理这些年生意上或者道上的死敌,由于是亲属关系,所以郑段刚对他很信任,而他呢,也很低调,郑段刚拿钱养着他,已经把他培养成了一个隐形杀手。 这一夜,很多人都没有睡好。 首先是海洋线的警察们没有睡好,到处设卡,拦截出城的车辆,仔细搜查牛二笨。 可是他依然杳无音讯,直到东方与堵白,才换了另一拨人继续查。 郑段刚没有睡好,他在等郑段翔的消息,可是又不能打电话,于是就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QQ,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安全,唯有用QQ传递一些双方心知肚明的信息,他在等一个笑脸。 陈军伟也没有睡好,因为他在纠结,从一个警察的角度来说,苗震东的建议没错。 谁都知道牛二笨是郑老三的马仔,是他的狗腿子,可是一旦对郑段刚采取错事,他和郑明堂之间就没有了缓和的余地,而且虽然知道这是和郑老三牵扯甚大。 但是证据呢,所有的证据是要经过检察院上法庭的,这些证据呢?没有,头发揪掉了好几根,还是难以下定决心。 洪小雨也没有睡好,因为白天的事情给了他太多的恐惧,以至于好几次从噩梦里惊醒。 他打开灯,蜷缩在被子里,已在床头上,静静地等待着天明。 好在内心里还有一点安慰,就是那个丁秘书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 当丁长生给他开好房间准备离去时,洪小雨脸淡红扑扑地恳求丁长生能不能也住在这里,因为他害怕,没办法,丁长生在洪小雨的隔壁也开了一个房间住下。 但是,这一夜也有人睡得很好,一个是丁长生,心无旁骛,也确实是累了,所以睡得很香。 一觉到天明,一个是牛二笨,他永远地睡过去了,只是地方有点不太好,姿势也不舒服。 他被倒立在一个空空的桥墩模子里,夹在钢筋笼子里,在天快要亮的时候,被一车的混凝土永远地浇注在了河底下。 和贾成亮爆炸案相比,陈刚和马明的菲里案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本来苗震东正在调配民警抓捕牛二笨,忙得昏天黑地,他已经二十几个小时没有合眼了。 这回丁长生又找了上来,所以就有点烦,可以他又不能发火。 因为这两个爆炸案的实施者如果不是丁长生报案,他还真抓不到他们。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丁长生是有很大功劳的。 苗队长,你得给个说法啊,洪老师可是仲县长的客人,你可别不当回事。 丁秘书,怎么可能呢?就算不是仲县长的客人,我们也一定会一视同仁的。 曹晶晶,过来一下,去隔壁办公室给这位洪小姐录口供。 我和丁秘书有点事说。 苗震东地给丁长生一颗烟,然后将洪小雨和曹晶晶支了出去。 小丁,不论怎么说,我以前可能对你还有点看法,但是那也是案子上的事。 咱俩没什么私人恩怨对吧?这次我要好好谢谢你。 看到两人出去,苗震东向丁长生郑重地伸出手,很真诚地和丁长生握了握手。 关于案子的进展,他已经在第一时间通过胡佳佳汇报给了仲华,而丁长生是仲华的秘书,所以没有瞒他的必要。 苗队长,别这么客气,你这样客气我心里发毛,我还是离你原点比较好。 丁长生不吃这一套,轻轻握了下手就松开了。 真的,我说的是真心真意的,你昨天逮住的那两人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苗震东盯住丁长生,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两个家伙居然是贾成亮爆炸案的实施人,现在幕后主使还在搜捕,估计也快了。 所以哥哥我要谢谢你,等这个案子完了,我请客,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哦,我说呢,你请客,一定得请客,而且得去白山请客,邀小姐,白山最漂亮的小姐。 丁长生现在学会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既然人家是以这样的形式表露感激, 那么自己表现得匪气一点,更加使人觉得好接近,这样有时是虽好的结交手段。 哈哈,丁老弟,看不出你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好说,别的不好找。 我们这部门,找小姐,那是一抓一大把,而且都不敢要钱,你说个数,给你送家去。 苗震东也不是只会盯案子,他也会盯屁股,当然主要是盯人家屁股底下的椅子。 算了吧,我可不想弄一身病,既然是这样,那这两个家伙早晚是个死,本来还想要点赔偿呢,现在看来没指望了。 丁长生问道,这个不是我说了算,那是法院说了算,你要是想要赔偿,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不过比较麻烦,试试吧。 苗震东不知道丁长生也是学法律的,所以还给丁长生支了一招。 再说吧,我不打扰了,等你把案子办完了,再来宰你。 说吧,丁长生起身告辞,因为他看得出苗震东的确很忙,就这一会的功夫。 好几个电话打进来,请示汇报。 丁长生陪着洪小雨处理完公安局的事,又陪他去北市场批发了文具,然后将他安全送到车站上车,这才回到办公室,可是一进办公室,就被仲华叫了进去。 丁长生,我发现你小子真是命好啊,就是去个市场也能抓住罪犯,来来,给我说说。 你怎么知道这两个家伙的? 仲华得到的汇报是抓住了爆炸案的实施人,但是细节方面没有描述,只是提到了丁长生报警一事,所以仲华对细节不是很了解。 但是当丁长生说完,仲华脸上的笑容没有了,这伙王八蛋,真是罪有应得呀,老天开眼了。 对了,那个洪老师呢?已经送走了,我亲自送上汽车的。 哦,待会给人家打个电话,问问到学校了没有,一个女孩子到这里支教,本来就不容易。 我们一定要尽力帮助人家,以后随时和她保持联系,看看学校还缺什么,每个月从我的工资里拿出五百元来给这些学生买文具书本之类的,这个是你来办,记住了。 好,我知道了,要是没有其他事,我先出去了。 等会,还有个事,我准备提名胡佳佳担任政府办主任,那么胡佳佳这一摊谁来管呢?要不你来兼任? 众华问道,谁都知道,后勤这一块是个肥差,一直是胡佳佳的禁篮之地,自己贸然插一脚,会不会让胡佳佳不满?领导这不是制造矛盾吗? 领导,这不合适吧,这一摊一直是胡主任管的。 我,哦,这个事是胡佳佳自己提出来的,他说他自己管了这么多年的后勤,很多人有意见,想撤出来,他推荐了你。 我,我怕干不了这些婆婆妈妈的事,而且,领导,我主要是为您服务的,你让我去管后勤,这有点,丁长生还是不愿意插手。 你要是不管,那我就得再提一名副主任管这谈,但是你觉得谁合适干这事? 所以,你先肩起来,以后再说,而且,你给我当了这几个月的秘书,你感觉忙吗? 我是那种事实依赖秘书的官吗? 仲华板起脸问道,好好,我听领导的,领导,胡主任任主任,那场主任去哪儿了? 他的去向你不用操心,人家都已经找好退路了,还轮得着你来管。 那好,我出去了。丁长生碰了一个软钉子,善善地出去了。 胡佳佳推荐我,这么个肥差,他怎么舍得让出来呢? 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事吧,是馅饼还是陷阱? 政府机关里有很多的秘密,但是这些秘密又不是秘密,所以当中午丁长生到食堂里吃饭时,就吓了一跳。 虽然以前是仲华的秘书,毕竟不管这一谈,而现在不同了。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胡佳佳即将升任政府办主任,而后勤这一块将由丁长生接管。 他还以为都不知道呢,可是一进食堂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了,首先是从打饭的师傅开始的。 今天的伙食不错,是土豆炖排骨,米饭和馒头,打饭的罗师傅看到丁长生进来。 盲将手里的勺子递给旁边的女服务员,亲自出来迎住了丁长生。 丁主任,你的饭已经盛好了,在三号包间。 罗震江笑眯眯地说道,这家伙本来就胖,现在一笑几乎是见不到眼睛了,只能从眼睛缝里看到有一丝黑眼珠。 包间里? 不用了,我在大厅吃就行。 丁主任,您现在是领导,该到包间里吃。 以前胡主任也是这样的。 罗震江几乎是恳求道,丁长生一看,大厅里不少人正在往这看。 他也不想让罗震江下不来台,于是自己一人向三号包间走去。 一号包间是给仲华留的。 虽然他不经常过来吃饭,二号包间是给各位副县长留的,但是这些人也几乎没有来过。 但是规矩就是规矩,这是胡佳佳定的。 进去一看,饭菜都准备好了,而且还有一个人在等着。 这个人就是即将荣升政府办主任的胡佳佳,好像他一直在等他。 丁主任,坐下吧,等你好一会了。 胡姐,我说,咱在这私下里能不能不这么生疏啊? 再说了,我们的关系可不一般啊。 丁长生笑着在座位上坐下,这是一个圆桌,饭菜摆放的位置不远不近,只隔了一个座位。 两人之间放着几叠咸菜,腐乳,还有葱和蘸酱,这比外面只能吃食堂里的菜是有点高一等,也就是几叠咸菜的等级。 去,谁和你关系不一般,我可还要嫁人呢,你这时要回我明节。 胡佳佳难得娇称道。 胡姐,我可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说你是我姐,这也回你明节。 丁长生玩味地笑道,在这私密的空间里,如果是正正经经地说话,反而谈不出什么来,嬉笑怒骂之间,可能就把是说清楚了。 讨厌,这么大人了,嘴下积德好不好。 好好,说点正经的。 胡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么大摊子事,说不管就不管了。 我可接不了手,我觉得这是非得要一个女人来干不可。 你这主人忙是忙,也不用一拖到底吧。 我呸,你才一拖到底呢? 还说是正经话,这话我看一点都不正经,你姐我干够了。 不是都说这后勤是个肥差吗? 好啊,我把这肥差让出去,让给老板的红人。 这样量,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要是让别人干,非得争个你死我活不可,你信不信? 所以,你就把我放火上烤啊。 丁长生拿筷子在自己盘子里拨拉拨拉,发现这土豆炖排骨,到了他这里就是排骨炖排骨了。 哪有土豆啊?这个罗振江,还真是有点意思。 依着仲华的意思,不再提拔政府办副主任了,可是官场就是一个有官的场合。 没有官,怎么叫官场? 他这样擅自减少官员配置的行为,很让人反感。 但是反感归反感,并不阻碍别人往这里递条子塞人。 县委副书记于全方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刀到个没完。 可是她依然很淡然地等着对方哑活,这是几十年养成的官器,练就的就是泰山压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本事。 我说了这么多,你听进去没有啊? 女人很失望地看着面无表情的于全方。 我听着呢,你说啊。 我说完了。 女人很颓唐地说道。 哦,那我说两句。 于全方端起茶杯,喝一口茶,像做报告似的开始了话头。 女人是她媳妇,叫梁燕霞,是一个十足的小市民,标准的家庭主妇,没有工作,没有爱好。 她所有的心思都在丈夫身上,可是丈夫的心思并不在她身上。 我是县委副书记,你让我去张这个口很为难,你知道吗? 官场上的人情最难还,况且是往对方眼皮子底下赛人,这很容易让人感觉这是在掺沙子。 你懂不懂,你说要往别的地方调动,我没话说,为什么偏偏要进县政府呢? 而且只是一个政府办的副主任,又不是提拔,有那个必要让我去舍这张老脸吗? 于全方虽然说得很慢,但是语气很沉重,像是沉痛之极,可是婆娘并不买账。 于全方,你不去世吧,我可就这一个侄子,你忘了当初你在乡下时,是谁接济我们家的,是谁半夜往咱家里送粮食的,你都忘了,是我弟弟,你现在好了,当了大官了,就不能帮帮你这个侄子,我可是他亲姑,你也是他亲姑父。 梁彦霞不依不饶地说道,哎,咱有事说事,别扯远了,你这些话都说了八百遍了,梁洪达现在这样,不是我安排的呀,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老于,说这话,你拍拍自己的良心,宏达工作多少年了,还是个科员,你除了帮他找了个工作,你还帮过他什么? 这还不行啊,你去找个工作试试,那是有编制的公务员,不是合同工,你说得轻巧,你以为我是玉皇大帝呀,要是那样,你侄子也成神仙了,那多好。 于全方将茶杯往桌子上重重一顿,起身去书房了,只留下梁彦霞一个人在客厅里骂声不断。 女人要是发了婚,那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 第二天一大早,于全方就去白山市了,而梁彦霞在昨天晚上和于全方吵了一架之后,心里一直气鼓鼓的,第二天早晨又没有得到于全方什么答复,所以更加地生气,于是决定自己去找仲华。 他觉得自己是县委副书记的老婆,同样是县委副书记的仲华应该给自己一个面子,将自己的侄子从乡下调上来。 嫂子,你看,我这来了这几个月了,也一直忙着,没去家看你,没成想你来看我。 仲华让丁长生给梁彦霞倒了一杯水,亲自将梁彦霞让到了沙发上,坐在他的对面。 他一直很奇怪,自己和这个女人并不熟悉,他怎么会找上自己呢?难道是于全方的主意? 仲县长,你太客气了,我这次来找你是我自己的主意。 我家老于不知道,我是有点事,想求大兄弟。 一会县长变兄弟了,仲华强忍住笑,继续倾听着。 嫂子,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我一定办。 哎,是这么回事。 于是梁彦霞将自己的要求说了一遍,仲华没想到是这么回事。 看来,只要这个副主任不认命,永远堵不上这些人的嘴。 今天居然还有个市里的领导打了电话推荐了一个人,他心里不禁暗叹。 官位真是稀缺产品,如果真要有这么一个空缺,还真是挤破了头往这里面炸。 嫂子,你的要求我知道了,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也考虑一下,而且最近呢,我也想和于书记见个面,有些事也想征求一下于书记的意见,你看这样好不好。 仲华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和这个极品女人周旋。 好容易将梁彦霞送走了,丁长生探头进来。 领导,好现象啊,看来于书记坐不住了,派夫人来打前站了。 丁长生打趣道,去,你懂啥,这个女人真不是一般人,看来她说的是真的。 她来这里于书记还真可能不知道,不过这倒是一个机会,投桃报李,各取所需罢了。 嗯,现在好像还是一家独霸的时候,不过现在好像有松动的迹象。 难道海洋线即将迎来战国时代? 仲华嘀咕道,但是丁长生没有答话,有些话仲华可以说,但是丁长生不能说。 于是倒上水就要出去,可是这十兜里的手机剧烈地震动起来,于是赶紧出去带上门。 拿出手机一看,心里顿时一紧。 嫂子,打电话找我有事啊。 丁长生有点心虚地问道,因为自从大年初一发生了温泉事件之后,丁长生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可是让他的心逐渐放下来的是,自那以后,萧涵居然没有再联系他,可是正当他感觉那件事已经成为过去事实。 没想到这个时候,他居然打来了电话,你心虚什么,没事我就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啊。 丁长生,你是不是不地道啊,用得着人家朝前,用不着人家就丢在耳后,这样可不对啊,人家说过河拆桥,我怎么觉得你这人还没过河呢,就准备好拆桥的家伙了。 呵呵,嫂子,不带这么损人的,说吧,什么事,有什么吩咐。 吩咐不敢当,不过呢,你能不能出来一下啊,我在明点咖啡等你。 什么,意思,你来海洋了? 对啊,现在就在你们县政府对面,不过呢,我给你面子,不上去了,你下来怎么样? 可是,我现在还没下班呢。 丁长生想着拖延的理由,哦,是吗,我等你啊,我在这里叫了西餐,等你中午来吃,怎么样? 哦,对了,记着带钱。 哦,好,哈,我。 丁长生应付着,但是语气里充满着心虚的味道,而坐在咖啡厅里,看着玻璃幕墙外面风景的萧涵,却笑得有点诡秘。 丁长生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到下班时间的,他也考虑过撒个谎,说自己临时有事不去了,可是这有点不近人情,去就去吧,反正是在公共场合。 他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再也不去那么私密的空间了,只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相信,这个女人还是要顾忌一下影响的,这样的女人都是这个德行。 人前表现得像个高贵的贵妇人似的,但是只要和男人进入私密空间,立马就能变成一个样。 丁长生走进咖啡厅餐厅时,看到萧涵坐在窗前,正在看着一本时尚杂志,可是怎么看她的脸上都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女人的第六感觉很灵验。 丁长生刚刚看了几眼,就被萧涵发现了,于是笑了笑,下巴一扬,示意丁长生坐在对面。 嫂子,你真来了呀,我以为你和我闹着玩呢。 闹着玩,我有时间和你这小屁还闹着玩啊,我是来工作的。 萧涵将手里的杂志放在桌子上,伸出一双葱白一样的嫩手捏着咖啡杯的细耳,轻轻啄了一口,因为她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就是萧涵的舌头,隐约间在哪里见过,可是乍一想,又想不起来。 啊,嫂子,你调到海洋县来了。 呵呵呵呵,我说丁长生,你是不是很害怕我啊,那天在温泉里是不是吓到你了? 萧涵居然羞红了脸,低声问道,那个样子哪像是三十多岁的少妇,简直就是懵懂娇憨的少女吗? 没有,我不知道嫂子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是我早忘了。 丁长生否认道,哼,忘了好啊,忘了心不烦。 萧涵脸上一愣,翘脸寒霜地说道,这个时候丁长生也觉得这话说得不对,自己虽然很顾忌, 但是说到心里,她对这个女人还是有很好感的,但是在内心里又有一种声音在告诫自己。 这个女人是周红奇的嫂子,而周红奇是自己的师父,这一点不容改变。 再者说了,萧涵是君嫂,要是惹上这样的人,轻则刮层皮,中了就是残废。 嫂子,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个,你真调到这里来了,那你什么意思,不欢迎我来。 萧涵依然不冷不热的。 不是,我当然欢迎嫂子来了,不过,我这段时间很忙,恐怕不能陪你了,要不然,我一定会陪你转转。 丁长生赶紧想办法推了一个一干二净,你先不要想着推得这么干净,我要是需要你陪着转,我一个电话给仲华,他就得乖乖地派你来,你信不信? 你,认识我领导?丁长生有点半信半疑,不和你闲扯了,我是来采访的,就是你上次送去的那篇文章,我想做个后续报道,这件事你得安排一下吧。 萧涵依然说明了来意,这下丁长生心里轻松多了。 采访,张强啊,这小子是要出名吗? 不过,我建议,你还是不要采访了,我这哥们还想在网上爬一爬呢,你这要是一采访,估计他这辈子就在临山镇窝着了。 哎,丁长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合着我来采访这事还做错了? 嫂子,你是不知道,海洋县公安局刚刚发生了一起大案,现在刚刚破获,但是这个案子弄得全局上下灰头土脸,到现在煮饭要无音信。 你要是现在报道一下张强,他还不得让人家恨死啊,所以,官场上的极度是最可怕的。 可怕到让你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偿还,你信不信?嫂子,你不混官场,你不知道这里面事情的复杂。 哦,这样啊,要不这样吧,我也采访一下你们公安局,你看怎么样? 我这次下来时,带着任务的,你没看电视啊,新春走基层,记者编辑都得下基层体验一下,我不能什么事不干就回去。 对于这样的事,丁长生也是无奈。 匆匆吃过午餐,丁长生忙着结了账,本以为这事就到此结束了。 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可是还是被萧涵给留下了。 你不能走,跟我去烫酒店,就在旁边的儒家,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 嫂子,什么事啊,我还赶着上班呢,如果翘班,是要挨训的,改天好不好? 丁长生不想跟这个女人去酒店,好歹自己也是一个县长秘书,而且马上就是政府办副主任, 而过被人看见自己,和一个女人,大白天去酒店房间。 这要是传出去,绝对是一号新闻,关键的是,到时候仲华脸上也不好看, 欲下不言还是有的。 哎,真是不知道红旗这小妮子喜欢你那里,她让我给你带来一件礼物, 你得跟我去拿吧,要不然你晚上下班后也可以,随你。 周红旗给我带礼物,丁长生有点不信。 是真的,你要是不去,我也没有意见,还有,你要是不要,我也没有意见, 回去还给她就是了,不过你要自己和她解释。 说完萧涵转身,迈着阿诺多姿的步伐出了门,直接向儒家酒店走去。 丁长生犹豫了一下,还还是决定去看看,萧涵没有骗自己的必要。 只不过,丁长生在后,萧涵在前,直到快要进入房间时,他才跟上她的脚步。 努,就是这东西,拿去吧。 进了房间,萧涵没有在啰嗦,直接将衣柜里的一件包裹递给了丁长生。 丁长生打开一看,居然是一套西装及领带和衬衣,当然,还有皮鞋和腰带,可以这么说。 即使现在丁长生光着屁股,他一样能穿得出去。 这是什么意思?丁长生问道,我也不清楚,这你要问他了,他只是说让我将这个包裹送给你,具体的什么都没说。 我也不知道,不过这套衣服价值不菲,你也知道,它是军人,是拿津贴的,这套衣服好几个月津贴吧。 萧涵酸溜溜地说道,他也没有想到周鸿奇这小丫头居然为丁长生这么舍得花钱,范思哲的衣服,不便宜。 看看手机,离上班还有点时间,于是拿着包裹离开了酒店,本想直接去办公室。 但是又一想,让人看见不好,现在正应该是低调的时候,于是直接回了后面的宿舍。 放下包裹后,想了想,还是给周鸿奇打了个电话,无论人家是怎么想的。 但是自己得,有个表示啊,更何况自己拿回来了。 他准备下次去省城时,要不给周鸿奇钱,要不然就买相同价值的东西,反正自己不能沾他的光。 周教官,是我,丁长生,谢谢你,我收到你捎来的东西了,但是太贵重了。 再说了,我这徒老帽一个,也不配穿这么好的衣服啊。 萧涵已经告诉周鸿奇,丁长生将衣服拿走了,他心里松了一口气,他原来还担心丁长生会拒绝呢。 这下好了,可是萧涵的电话才放下,丁长生居然主动打过来了。 嘿,谁说的,谁说你是徒老帽,是不是我嫂子说的,看他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周鸿奇洋装生气地说道, 不是,那个,教官,不是嫂子说的,是我自己这么认为的。 而且,我在这海洋线穿这样的衣服上班,人家都得以为我贪污了多少公款呢。 还有,我告诉你,我现在马上就是政府办副主任,不但当着秘书,还主管后勤,再穿上这身衣服,别人还不得眼红死。 呵呵,长生,你这官生得够快的,这样吧,你不穿就算了,但是我有个要求您能不能答应我。 什么事,你说吧,师傅有话,莫感不从了。 那好,你现在就换上这身衣服,拍个自拍照,给我发过来好不好。 我想先看看你穿这衣服合适不合适。 这个,马上就要上班了。 嗯,好吧,我尽快。 于是,丁长生挂断电话,赶紧换衣服,鞋子,除了秋衣秋裤没换之外,外皮全换了。 丁长生收拾停荡之后,对着穿衣镜看着,真是人靠衣服马靠安。 穿上这身衣服,之后就是不一样。 丁长生这边换衣服,而周洪奇那边,手里拿着手机,不停在桌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晃悠着,但是精神早已深游天外了。 两年前,他和另外一名特工人员去金山脚执行秘密任务,他和他扮演一对去泰国旅游的小夫妻。 任务就是摸清在泰国活动的大毒肖昆泰的活动规律,为特种部队的斩首行动提供信息支持。 可是,在经历了大半年的游历之后,终于有了一点进展,但是在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下,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对对方动了心,这使他在思想上有了麻痹。 终于在一次卧底探查行动中,暴露了身份,于是他带着他杀开一条血路,跑向了街区的繁华地带,但是就在两人终于来到接应人员所在的地方时,他腿上受了伤,他是把他推上车的,而他死在了乱枪之下。 那一天,他也是穿着范思哲的衣服,玉树临风,英俊潇洒。 可以说,周鸿奇已经将这个男人深深地刻进了心里,但是遗憾的是,他连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只能是深深地埋在心里。 他以为这一辈子就这样在自责和苦思中过去了,没想到在白山市的景观培训班上,他居然见到了酷似他的丁长生, 于是,他想着办法接近丁长生。 这也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周鸿奇对丁长生如此青睐的原因。 他想将丁长生按在自己身边,他甚至可以动用自己父亲的关系,将丁长生招进部队。 和他一样,成为一名军人,但是可惜的是,丁长生对他的提议并不热衷,甚至不以为然。 今天又是那个让人低血的日子,不知不觉间, 他已经走了三年了,可是丁长生出现在他的视线里也有多半年了。 他终于不想再等下去,哪怕是一张照片,既哀思也好。 今天,他本来想亲自过来,但是他又害怕,害怕丁长生会像上一次拒绝他一样,再次拒绝。 所以,刚好他的嫂子萧涵要到基层采访,于是就将那套衣服烧了过来。 丁的一声,手机响了,一张彩信发过来的照片打开了。 此刻的一瞬间,周鸿奇捂住了自己的嘴和鼻子,他生怕自己会哭出来,因为他终于又见到了那个他。 丁长生,如此之像,是所罕见,但是声音可以憋住,眼泪是流不住的,一颗一颗地低下来。 直到打湿了手机的屏幕,他都不愿意将手机拿开,这一幕他是那么熟悉,那么深刻。 叫关,怎么样,还可以吧,下次去省城,我还你啊。 丁长生拨通了周鸿奇的手机说道,但是电话虽然接通了,可是周鸿奇并没有说话,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不出来。 所以在丁长生嘟嚷了一句信号不好吗之后就关掉了。 有些事情只能是自己承受,自泰国回来之后,老爷子就不再允许他从事那么危险的任务,于是将他调到了自己身边,安排在了中南省武警总队里。 但是他的骨子里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就像是纪念他一样,他的心从来就没有回归过。 长小春的倾斜为自己换来了丰厚的回报,胡佳佳接替他担任海洋县政府办主任。 而长小春则调到了海洋县国土局担任常务副局长,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长小春这是去接班的,因为局长还有不到一年就要内退。 丁长生是提拔的这一批干部里面最年轻的,担任政府办副主任,并且接替胡佳佳,主管政府后勤,这一点让很多人没想到,很明显,苗振东的情绪很不好。 以至于面对的是县长,脸上也没有多少笑容,可以说在这个案子中,他并没有能完全展示自己,逮住的两个爆炸案犯还是丁长生虾猫碰着死老鼠抓住的。 但是这一切线索到了牛二笨这里,就完全断了,没有一点蛛丝马迹。 苗队长,怎么了?哭丧着个脸,陈局长给你气瘦了。 仲华看着对面站着的苗振东,打去倒。 对于这个通过政府办主任胡佳佳投诚过来的公安系统的人,仲华很重视,在海洋县,如果要将公安局长掌握在自己手里,郑明棠肯定不干。 但是这不妨碍,他从下面挖一下墙角,毕竟,公安局也不是铁板一块。 我,爱,苗振东叹息一声,不再说话了,但是一个隐秘的动作被站在他侧面的丁长生捕捉到了,那就是在这声叹息发出声时。 他的眼皮子不自觉地撩了一下,站在他侧后方的胡佳佳。 丁长生心想,这个苗振东心眼真是不少,胡佳佳是他的引荐人,他居然连引荐人都不信,更别提自己了。 于是向后退了一步,在经过胡佳佳身边时,扯了一下胡佳佳的袖子。 胡主任,这食堂交接的事,你什么时候有空啊?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仲华看到丁长生退了一步,和胡佳佳交头接耳的样子问道, 哦,领导,我有点后勤上的事,想请教胡主任,要不我们先出去说,有事你叫我。 说完拉了一下胡佳佳,开门出去了。 出门之后,胡佳佳美好气地摆了一眼丁长生,你就这么急着想接手,下午吧,下午就交给你,怎么样? 丁长生笑笑没说话,只是用手指了指礼物,大胆地扯住胡佳佳的胳膊,将胡佳佳按在了他的座位上,然后给胡佳佳倒了一杯清水。 胡佳佳现在是政府办主任,而自己是副主任,这以后还有很多事需要胡佳佳的支持,特别是后勤这一块。 而胡佳佳能当上政府办主任,这充分显示了仲华对他的信任,他可不想和胡佳佳产生矛盾,这很让仲华看清自己。 这个时候,胡佳佳也意识到了刚才丁长生的意思,所谓的商谈交接,不过是个由头。 不由地又想到了刚才苗震东的那声叹息,心里不禁有点愤怒,这个苗震东,这是什么意思? 众县长,这个案子不是我不尽力,而是进行到这里,实在是进行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胡主任有没有和你说这里面的原因,我一个刑警队长,实在是没有那个权利决定监控某个人,所以我很希望领导能支持我。 果然,带丁长生和胡佳佳出去之后,苗震东大胆地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你就这么有把握。 仲华反问道,仲县长,说实话,如果说抓住陈刚和马明的当天还算有把握的话,现在是一点把握也没有了,只能是寻找点蛛丝马迹,如果牛二笨被送出国的话。 现在差不多到了非洲了,如果是毁尸灭迹的话,估计也早已经错骨扬灰了,所以这个案子,我认为,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抓捕机会。 那你现在所要做的,基本没有什么意思了,我可以批准你实时监控,但是没有效果的监控,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我相信,这件事你早已经做了,你现在来找我,不过是补个手续吧,怎么样? 有收获吗? 这个,暂时没有。 这句话一出口,就相当于承认了仲华的猜测,他的确是派人监视了郑老三,而且不单单是住所,还包括电话,可是奇怪的是,好几天过去了,郑老三一点动静都没有,甚至没有证据显示他离开过海洋线。 这件事,我就当作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把人撤回来吧,不要节外生枝。 好吧,仲县长,我能问个问题吗? 你说,仲华知道,这小子是面浮心不浮,于是抬起头,看着苗震东,看看他说些什么。 这是我最早请示过陈局长,他不同意,那个时候是最佳事件,但是我没有证据证实,这件事和证断纲有关。 包括我今天来这里请示汇报,是不是就因为郑段纲是郑书记的儿子,如果换了一个普通人,会不会就不这样? 苗震东有点激动,所以说起话来很直接,丝毫不给人留余地,好像他面对的不是县长,而是戴审的犯罪嫌疑人似的。 你这是在指责我吗?仲华有点生气,这个人太直了,直得不适合混官场。 但是苗震东并没有后退,也没有言语,那意思很明显,这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有这么说。 你们公安局也是政府机关的一部分,就你自己有正义感吗? 你们公安局所有的行动也得服从政治环境,连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 仲华很生气,虽然语气很重,但是还算平和,他不想将这个刚刚有点投诚意思的人再吓走了,于是只能是耐着性子讲道理。 仲县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感觉这个案子放的时间越长,会越难破,到时候就会成为无头案,这是我的职业,我的职责就是破案。 我可不像你们领导那样有大局观,所以,我说的不对地方还请领导理解。 苗震东也看出来了,仲华在这件事上也的确是为难,一个县长批准刑警队长去查书记的儿子,这样的是传出去。 海洋线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的矛盾就明朗化了,到时候对谁都没有好处。 你理解这一点最好,有时候现在不办,不代表将来不办,我一直相信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你这个刑警队长难道不信? 挨了一顿不算是训的训,苗震东非常郁闷地出了办公室,正好看到丁长生和胡佳佳在外间办公室里聊天。 两位领导,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工作了,我先走一步。 说完也不带两人说话,人家自顾自地推门出去了,弄得丁长生和胡佳佳面面相去。 半天两人心里几乎都是想到一句话,怪不得你到现在还只是个刑警队长,不懂人情。 虽然大家苗震东有时候真的不懂人情事故,可是他一点都不傻。 从他派曹晶晶和一个实习的去钉正断纲就知道,如果一旦出了纰漏,曹晶晶绝对是最好的挡箭牌。 头,为什么撤回来,不钉了? 曹晶晶站在苗震东面前问道,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这么刺激的任务,所以很认真。 虽然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在意犹未尽之时,苗震东居然让他们撤回来,所以不理解。 钉了这么多天,没有什么进展,估计不是转移了,就是灭口了,另外想办法吧。 这条线已经没有价值了,虽然牛二本没有逮到,但是毕竟抓住了爆炸案的重要实施者。 这也好给上头交差了,这件事先这样吧,整理好询问笔录,准备移交检察院吧。 说实话,苗震东今天是有点消极,可是大环境如此,有些事不是他能决定的。 有时候,只能是选择后退,勇往直前者,即便是碰不死,也会碰个头破血流。 县里面发生的这一切事情,远在离原村的谢赫阳当然是不知道的。 而且这段时间谢赫阳像是着了魔一样,活生生长在了离原村,借助丁长生租来的机械设备,在离原村村委会旁边开始大兴土木起来。 他确实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丁长生裹着睡衣坐在电脑旁边,看着谢赫阳发过来的酒店效果图。 不得不说,他很有远见,因为他也意识到,只要这条公路一打通,这条路将是一条很繁忙的路,而离原村将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更何况离原村有万亩离原,还有风明涛的五千亩蓝莓基地,这一切都预示着。 离原村将随着这条路的开通而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而一个繁荣的乡村也会成为城里人观光休闲的好去处。 离原村目前无污染,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很符合做一个乡村旅游的典范,所以酒店的设计规格并不低,他想一劳永逸。 而一号公路的开通,将是这个酒店收回投资的最佳时期。 喂,我的图片看了吗?给点评价。 谢赫阳给丁长生打通了电话问道, 对于一个夜里不给自己老公打电话,而是挑逗老公的小秘书的举动,丁长生深感不以为然,要是自己的女人这样,非得把屁股打扒绊不可。 嗯,很好啊,我没什么意见,这又不是我的,我能有什么意见,赔了赚了,和我有关系吗? 丁长生不致一词, 小狗子,你不要逼我发飙,这酒店是我投资没错,但是合作方可是你老婆,你就这么不关心,好了,好了,打住,咱能不说这事吗? 谢女士,你不接人家短是不是活不下去啊? 哈哈,谁让你阴阳怪气来着,我一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 对了,你们老板最近怎么样? 谢贺阳问道,我们老板,嫂子,他是你男人,这是你不会自己问啊,我在中间不好传话吧,弄不好变成挑拨你们夫妻关系的长舌妇了,你还是饶了我吧。 小狗子,我们是有约定的,看来你不太守信啊,好了,你不守信也好,这时,我找你女人说去。 算了算了,咱们还是谈谈酒店的事吧,你这一盖就是八九层,你打算什么时候竣工啊? 这路顶多修上一年,到时候你的酒店也建成了,你上哪载人去? 酒店已经开始建了,不过是在车间里,原来没打算建这么高,后来一想,建得小了,还不如路边搭个棚子呢,所以直接一步到位,至少十年不用再动,投资要增加不少吧。 丁长生问道,他担心的是,刘香梨会不会连他压箱底的钱都拿出来,投给这个女骗子。 这你不用管,你的女人一分钱没出,所以你不用套我的话。 谢赫阳笑骂一声说道, 嫂子,咱能别这么说吗?这样不好听啊。 怎么了,做了还不让人家说,你是不是就想这样玩下去,等到刘香梨人老猪黄了? 你在一脚,将人家蹬了,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嫂子,不带这么骂人的,众县长不好啊,你这人,真是,一杆子打死一群人,这里面可是有不少冤死的。 去,懒得理你们,对了,公路开工的时间定了吗? 今天周末了,下周一将向社会公开招标,估计只要定下来施工单位,马上就会开始施工。 我知道了,看来我的酒店要抓紧时间了,要不然到时候材料很难运进来了。 谢赫阳有点忧心地说道,此刻,寇大鹏还没有下班,他手里拿着一个玉麒麟阵纸,入手冰凉,但是旋即就感觉有一种温润的感觉,一时间竟有点这是真品的感觉。 这东西多少钱?扣大鹏问对面的情额相道,不便宜,两千多呢,价格再低了,谁都能看得出这是次品,到时候也不好推脱。 其实这就是一般的玉石,但是会有人告诉他这是和田玉,至少值十万元。 嗯,行,这是你去办吧,这个镇子我明天送过去。 一号公路指挥部的第一次会议在县委会议室举行,可是当丁长生看到逐渐进入到办公室的人员时,脑袋逐渐短路了,看起来今天来的没有一个不是领导的,那自己进来干什么,端茶倒水的。 作为仲华的秘书,他是来得比较早的,而仲华则到正名堂办公室和这个指挥长去交流今天会议的精神去了,两人要先定下调子,不然的话到时候不能统一意见,会给人家笑话,也容易引起误会。 这个时候显然不是增加误会的时候,渐渐的,开会人员都进来了,公路局长杨佩华和交通局长宋洪山一起进来的,一进屋,丁长生和两人打了个招呼之后,两人就开始交换着抽起烟来,丁长生和这俩个人都不熟,而且今天这个场合好像也不是相互寒暄加深感情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只是点头招呼下就坐到自己座位上去了。 此后,先后进来的有常务副县长郝孝德,安监局长江成军,公安局长陈军伟,国土局常务副局长长小春。 长小春一进来,就看见坐在第二排角落里的丁长生,丁长生起身叫了声长局长。 长小春笑呵呵地摆摆手,虽然长小春调走了,但是毕竟他是长小春亲自带进来的, 所以在私人感情上,丁长生和长小春并没有什么冲突,只不过仲华不喜欢长小春,丁长生也只能是装聋作哑,所以就连长小春调走。 政府办那边居然都没有给长小春举行个酒场送行什么的,好在是长小春自家人之自家时,他在政府办都快成了闲人了,所以不走也是没有办法。 开会的时间到了,一下子进来四个人,第一个当然是蒋明杰,他负责开门,然后就藏到门后面去了,第二个是海洋县纪委书记杨大志,后面俩个人,仲华和郑明堂,并排簇拥着一个中年女人走了进来。 这个时候,屋子里的全体人员都站了起来,正名堂稍慢一步,将这位女人凸现出来,这让屋子里的所有人都能仔细地端向这位中年美妇。 丁长生看见中年美妇干翘生生站在会议桌的顶端,不禁眼睛一亮,各位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市纪委监察局的林春小局长,大家可以叫林局长。 林局长是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法学博士,而且不单单是我们白山市纪委监察局的领导,而且还是江都大学法学院的客座教授,水平很高,是我们中南省政法干线上的经国英雄,大家欢迎。 说完,郑明堂率先鼓掌,按说郑明堂和林春小都是郑楚级的干部,郑明堂没必要捧他的臭脚, 但是一来林春小是市里的干部,二来,这个指挥部里的很多事都是需要纪委插手监督的,所以他这个指挥长不得不低一头。 呵呵,大家好,刚才郑书记把我快要夸上天了,其实大家有机会在一块共事,这就是缘分。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工作中多给纪委提宝贵意见,让我们尽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但是我也很有压力,这个工程造价将近一个亿,市委派我来,大家肯定也知道什么意思。 老百姓说,我们的很多干部都倒在了工程上,工程起来了,干部倒下了。 有的都是很有前途的干部,最后,这些倒下的干部总会说没人监督他们,是全力害了他们。 所以我就被派来监督这个工程,说实话,我也不想这么干,毕竟,这是一个得罪人的活。 但是没办法啊,党往那里指挥,我们这些党员只能是往哪里冲? 我先说这些吧。 说完,林春小微微鞠躬,虽然这些话很打脸,而且一点都没有给郑明堂面子,但是郑明堂不敢不给人家面子,掌声又响了起来。 白山一中的女生宿舍里,曹冰脸色苍白,她呆呆地看着手里那根细细的大卫早运测试棒,两道红杠,是那么的刺眼,这是第二次了,昨天早晨起来,她就悄悄测试了一下。 因为月经已经两个月没来了,她有点害怕,怀着侥幸心理,又在今天测试了一下,依然是两道杠,这就表示,她真的怀孕了,而且她不知道是谁的孩子,到今天为止,郑明堂和她发生过关系,杨慧全和杨慧安兄弟也和她发生过关系,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一种绝望的感觉在她心里荡漾着,现在这事还没有人知道,可是一旦传出去,自己就别想做人了。 而且,这是要是让学校知道,她面临的唯一命运,就是被开除,那样她一辈子就全完了,想到这里,她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任泪水从指缝里悄悄渗出。 曹冰以身体难受为由请了假,可是她不敢告诉任何人,包括郑明堂和杨氏兄弟,她想自己偷偷将孩子打掉,因为这已经使她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中。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事情她只能是一个人承受,不可能给任何一个人讲,这样,使她的心理压力更大。 买了药之后,她一个人躲在一家商务宾馆里,不敢出门,躺在白色的床单上,回想着自己经历的一切,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但是这场噩梦的后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倒了一杯水,将药放在手里,呆呆地看着药丸,她想着,只要吞下这些药丸,自己就可以解脱了,但是她没有想到,这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危险。 刚才林局长已经讲了,这次是涉及到我们海洋线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项目的招标,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在座的各位都是指挥部成员,我希望以后指挥部的每次开会,对会议的内容都要保密。 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谁出了问题就处理谁,谁就是海洋线的罪人,我们一定要花最少的钱修好这条路,把最优秀的企业招标进来,为我们海洋线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强大的经济动脉。 郑明堂说的质地有声,全体成员热烈鼓掌。 刚才林局长和郑书记已经将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这个指挥部面临的压力,告诉大家了,我就不再说什么了,下面就招标的一些细节问题再商讨一下。 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仲华做总节道,可是这个时候,丁长生感觉自己胸前的手机剧烈地震动起来,好在是人多,手机的震动声根本没有打扰到他,所以他依然像没事人一样开着会,认真地做着笔记。 可是那头的林山快要急疯了,这个死人,关键时刻,怎么不接电话啊? 林山是被曹冰打电话叫到酒店的,一进房间,他就吓得呆住了,曹冰面无血色,一个人躺在卫生间冰凉的地板上,烟红的血迹正在源源不断地从他的两腿之间流出,已经顺着地板流向了地露,看到林山进来,曹冰心神一松,竟然晕了过去。 他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也不敢动,只能是一边叫着曹冰,希望能叫醒他,一边给丁长生打电话,但是偏偏丁长生不接电话,这些林山算是真的慌了。 这个时候他发现,洗手间的台子上居然放着药物流产的瓶子,这下再看看曹冰的样子,这才明白曹冰这样样子很可能是因为药流所致,这样他的心里稍微有点安定了。 但是现在的关键是怎么样抱住曹冰的命,这样下去是要出人命的,于是赶紧打电话给120,可是又不能让别人知道,这要是传出去,曹冰甭想做人了。 可是住院是要交钱的,翻遍了曹冰的书包,也只是找到了一千多块钱,自己身上还有二百多,应该可以了,于是一边叫着曹冰,一边等着120的人来。 由于开的人员中有林春晓这个女同志,所以这些老烟枪都忍着没有抽烟,但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于是大家的尽头都不是那么足了。 林春晓还看见有的人悄悄拿出一根烟,把几根烟丝放在鼻子底下闻一闻。 虽然这是做得很隐秘,但是怎么能瞒过监察局长的眼睛了,于是林春晓在仲华讲完话后,一扭头,低声对郑明堂说道, 郑书记,要不我们修会一会吧,我看这些烟枪都受不了了。 哈哈,林局长,谢谢你的体贴,说实话,我也有点受不了了,是该我谢谢你们才对,要不是照顾我这个女同志,估计你这里早变成毒气势了。 趁着修会的功夫,丁长生赶紧将怀里的手机拿出来,一看,居然是林山打来的,七个未接电话,于是急忙拨了回去。 怎么了,林山,你没有上课啊?你这人,急死我了,你怎么不接电话啊? 不好意思,我刚才开会来着,怎么了?快说。 我遇到麻烦了,我现在正在救护车上,你能给我打点钱过来吗?啊,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丁长生内心一阵紧张,他真的担心林山会出什么事。不是我,是我的一个同学要住院,急需用钱,你有钱吗?我以后再还你。 说什么呢?把你的卡号发给我,我马上给你打过去。听到丁长生如此地关心紧张自己,他的心里一阵甜蜜。 但是这个时候,救护车已经到了医院了,医生正在催促他去缴费,曹冰被推进了急诊室,后面的事只能是等了。 于是丁长生赶紧从手机银行里给林山打过去两万块钱,虽然林山没有说是谁,也没有说什么事,但是丁长生心里还是很紧张,可是接下来的会还要开,而且开完会之后的是更多。 谁是病人家属,过来签字。不一会,医生出来了,看着外面交完钱不停走动的林山问道。 我,不是,医生,他怎么样了,没事吧?我问你,谁是他的家属,过来签字,要马上手术,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他是因为胡乱服用药物流产导致的大出血,快点,情况危急。 医生催促道,不签不行啊。不行,不签字,没法手术,出了事,我们医院负不起这个责任。 于是不知所措的林山又开始给丁长生打电话。 好了,这期分享到这了,我们下期继续吧。